我從小到大沒有人排擠我 人家覺得我太瘋癲了你知道嗎 我沒有排擠你我又沒有排擠你 黃子膠捲性騷風波後主持的節目一一停擺 手上節目大老闆聯盟 則改由王仁傅強強擔任代理主持人 今日舉辦開棚記者會 曾是我愛黑社會班底的強強也被問到 對於黑人事件的看法 那想想最近那個黑人哥整個MeToo的事情 因為你也是黑社會美女吧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那時候在黑社會的時候也是已經快20年了啦 但是我那時候在的時候其實沒有到跟他們是非常的靠近 因為他們本身就有一個本身的一個團體 那其實那時候黑人哥對其他我們對其他女生其實是蠻照顧 我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啦 對啊 那你有跟其他姐妹有聯絡嗎 其實我其實我都我都還好 因為以前黑社會人其實蠻多就是各奔東西 而且我太瘋了我想說他們應該不太能接受我這種型的啦 而且那時候在那邊的時間也沒有很長 我沒有到很長 你只是反串了一陣子嘛 其實其實我 不是客串客串客串 不是反串 我在那邊大概待一年而已 所以跟那些媒體比起來或是跟那個黑人哥他們的這種 比較能夠平凡見面的這種心率 他們是比較低的 對對對 只是說你被排擠 也不是被排擠 怎麼可以被排擠 拜託 想強被排擠 你這話講的讓我覺得很有玄機的啊 你怎麼會意識成為是被排擠啊 他只是覺得 我從小到大沒有排擠我 人家覺得我太瘋癲了你知道嗎 我們沒有排擠你 我們沒有排擠你 對啊 是我搞不好說我看不起人 對我看不起人了 好不要氣了 我排擠 你兒童貌金金了 我跟你講我還沒排擠 你快高血壓了 冷靜 我死不了 死不了 我這個人不排擠人的 但我人家也不會排擠 因為其實我的行為常常會讓人家驚嚇到 但人家會覺得我蠻好玩的 但我這個人就是 像你正瘋來一樣 我是抓不住的女人 就像男人抓不住我一樣 也像瘋來來來 然後你又瘋又走了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是個瘋啊 我不會讓你抓住我 喔不好意思 我也不敢抓你啊 對所以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可能 可能我比較退獨型 但是我覺得在以前在黑社會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也很好的紀念 然後過去也是像是 大家也像是一個 曾經而時在一起的玩伴啦 嗯嗯